第一个来看一下,这个List View,做出来是想这样的,反正我们就很简单 至于你要把它做的跟刚刚那个结合在一起 不过像全民音简这个要放图可能就有问题了 因为全民音简每个单字你前面如果要找一张图 那可能一千个单字你就要画一千个图 那可能就非常累了 所以我们用简单一点的 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篮球 那前面找一个篮球,有一个足球,有一个棒球 其他,这是什么球呢?不重要,反正是其他的球 只要是一个球就可以了 然后呢,可能这里面的资料会分成三个 一个是图,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 那特别注意,你要资料来了之后 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待 第一个,资料该放哪里 如果是中文英文,那记得就放什么? String Array嘛,对不对? 那所以以后我要特别注意 只要是资料的话 我建议啦,你干脆就标准化了 你如果假设计不太起来 你就干脆放String 那如果是正列就String Array 那两个,一个是中文的一个英文 String Array嘛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建立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打开这个Strings 然后里面的话呢,就分别放什么? 放这个,String Array,名称叫Boss 一个叫String Array,也是Boss 不过底线EN区 OK,这样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 文字部分先给它放 有一个地方可以放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图 图的话呢,请各位自己再去网路上 云端上找 总共会有一、二、三、四张图 这个已经放进来了 图的话在云端上都有 你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图 OK 不过你可以变化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蛮多地方 我想自己想想看 什么地方可以再做一些 所以我们的文字跟图都OK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还要想到什么 这个东西 如何把它放进来 那特别注意 如果我说呢 我今天是一个图 必须用一个Bass Adapter 这个用法跟上个礼拜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必须要实作Bass Adapter 那文字的话呢 用Array Adapter 再来的话呢 必须要一个版型 这个版型呢 就一个 一个 一个 先 先做好一个版型 再全部一次 放在Adapter里面 让这一个List View去接 就把它做出来 我们要的样子 所以第二个的话 你需要一个版型 这个版型的话 按右键 在Layout里面呢 请你New一个 这边有一个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什么 XML File 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找到那个XML的File OK 这边有个Layout Layout的XML的File 那里面的话 打开来之后 我给各位看一下 请各位建议一个叫MyLayout 这个MyLayout 它的用途跟那个ActiveMan不一样 它这个主要是做什么用 它主要就是 可以让我们放什么呢 放一个球 跟放一个 放两个文字 那做法上 其实跟上面的ActiveMan 其实很像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它其实不是用来显示 整个画面 而是部分画面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感觉一个 那ListarView好几个 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Adapter 串串串 所以一个 一个 再放进 那个Adapter里面之后 再放到ListarView 它就会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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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是 感觉比较像什么呢 一个模子 这个模子给你 你就照这个模子 做好之后 我再丢到Adapter Adapter再丢给ListarView 就刚刚好会长一样的 那里面的话 分别外面一定是一个 什么呢 LinearLayout 当然你如果不用LinearLayout 你可以用其他Layout 像什么TableRow 或等等 然后呢 一定是Horrorontal 所谓的Horrorontal 是水平的 有没有 横向的 不是垂直的 你不要 不然你做出来 那个ListarView怪怪的 那里面的话呢 前面一定是 一个 有没有 ImageView 这ImageView的 那个什么 就是 这边一个 因为它是水平的 水平的方向 所以它一定是这样 切割 一个水平 然后切割 第一个这个放图 这个地方的话 再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里面呢 再放两个TestView 所以特别说 它是这样的 这样的切割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水平的 放一个图 再放一个什么呢 垂直的LinearLayout 放两个文字 OK 那这个两个文字的 颜色啦 字大小 自己再设定一下 这个版型做出来 因为这个难度 比较高了 所以各位要参考的话 云端上都有 我有把这一整段 程式码 放上去啦 不过最好是 自己做做看 所以文字有了 版型有了 接下来做什么 再把主画面的 里面的东西 做出来 主画面里面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放一个 ListView就可以了 什么事都没动 然后呢 宽度就是MatchParent 高度的话呢 就是WarpContent 或者MatchParent也可以啦 这好像应该 两个结果应该一样 就是跟你的Layout 一样大就可以了 再来怎么样实作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再看 这部分的话 如何把我们外部的 文字跟图 还有Layout 全部拼在一起 这个后面的话呢 当然难度会更高 可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如果说 你要做一个稍微让人家感觉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版型 应该我想 大家比较喜欢看一些图啦 有图有文 OK 所以当然 不过这个我觉得 会困难许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ListView 4 里面如何增加文字跟图 再来呢 建一个版型给它 等一下再把这些组合起来 让它秀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